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這部熊熊哥 非常感謝剛剛八點大家一起聊聊撞球 非常感謝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 而且還分享了每個人撞球的一些回憶 安逸杯也好 會有未來 當然有一點傷感 有些比賽都沒了 好 剛剛講到插球的話 這個羅椰根我們都會用一般的毛巾 不會打蠟 因為打蠟的話這個母球 會在有些下賽碰到顆星 它反應會不正常 尤其是在反賽的時候 因為你打蠟的話 它會跑的這個旋轉值會反應不出來 它變成反賽沒有效果 好 開球 好 四號球是關鍵 來 一做二先做出來 右賽 做太直了 待會四號球的話 可能可以做四五碰 直接拉幹 做四五碰或直接做四號球單獨進 來這裡 好架桿喔 四號球單獨進 這單獨進就下右賽 敲這個五號 力量很重要 好 這個球六號球我看一下 這個球就要反賽走橫台了 所以有打蠟這個球就沒辦法走 右賽高桿 一點鐘位置 像如果打蠟這個球沒辦法這樣跑 它就會滑掉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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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球角度好 你不需要做太近 像剛剛那六號球角度很小 那只能顧鏡 你不要說我母球要做近一點 沒有意義 好 今天這個先吃一局 那因為現在船有時候八九分鐘 那都船半個小時快四十分鐘 那這一集最主要是感謝大家 剛剛這個我們大家一起 共度了一個多小時 大家一起 來分享大家彼此的經驗 再次感謝大家 這個非常珍貴的一些回憶 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就 目前就是以後 禮拜五的晚上八點到九點 或九點多這樣子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那有什麼 我們就大家盡量的提出來 或是大家心裡有小小的疑惑 不管是球也好 或者是說想要知道一些 以前的故事 我也是希望再次的說 我也是希望能夠留下一些記錄 然後大家 能夠共同擁有這些撞球的記錄 那這一局 最主要是說明一下 這個球 這樣的話 我們都不會打蠟 因為打蠟的話 像剛剛那個走橫台 五座六 是沒辦法跑那個路線 就變成這個球 沒辦法照我們想要的一個 正常的物理球裡 來去做一個 一個表現 或者一個示範 好 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分享了 這麼多 東西 好 那一樣 這個 疫情有的小緊繃 稍後我再示範一個Fourteen One 一樣 保重 平安 對 現在 呢 感谢观看